重返80年代美国海军为何要执行这一作战策略呢 大家好,我是乔云华 美国新上任的海军作战部部长弗兰凯蒂 在近日举行的2024年巴黎海军大会上表示 他希望美国海军能够像法国一样 执行重返80年代的作战策略 以便在将来面对中国或者是俄罗斯 这样的对手时能够更好地做出反应 乍一看这一幕还挺让人沉默皆舍的 美国海军不往前发展也就算了 现在还要返回到40多年前 这怎么越发展越回去了呢 但实际上对于当下的美国海军而言 朝着20世纪80年代努力还真没有什么问题 熟悉美国海军历史的大家都很清楚 20世纪80年代可以说是美国海军的黄金时代 里根政府对美国海军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 现如今这些尼密兹机航空母舰 俄海俄机战略核潜艇 阿里伯克级驱逐舰 这些大舰二熟能详的武器装备 都是在那个时期生产出来的 所以弗兰凯蒂现在说要带领美国海军 重返80年代还真是要重振海军 不过弗兰凯蒂并没有把话说的那么死 在他看来让入境的美国政府浮现当年的扩建计划 只是一种失望 所以他的重返80年代计划 主要还是体现在如何提高航母打击群 在现代海战环境下的应对能力 而不是大规模的扩建海军舰艇 至于为什么要提高航母打击群的作战能力 这其中的原因我认为有以下几点 首先当下的美国海军在解放军面前有点窒息 这种窒息并不是指双方的实力悬殊过大 而是航母失去了原先的不可预期性 随着中国太空通信以及反卫星武器越来越先进 这就导致美军的行踪正变得越来越难以隐蔽 美军航母的动向很容易被解放军掌握 行踪的泄密降低了航母打击群的有效性 执行重返80年代的作战策略 将有助于美军为恶劣的作战环境做好准备 其次美国海军缺乏对付解放军的远程打击手段 如果美国海军的舰载机从关岛附近起飞的话 那么没有空中加油的情况下 是不能靠近中国近海区域的 而阿里伯克级护卫舰相交与舰载机 则必须更加靠近中国 才能对目标发起有效打击 简单来说 中国的陆基弹道导弹所形成的不对称攻击优势 使得美国海军在中国近海区域的作战能力变得非常脆弱 在这种情况下解决的办法有两种 要么研发出有效的远程打击武器 要么研究出一套可行的作战策略 富兰凯蒂显然选择了后者 总之呢 美国海军这次提出了强化重返80年代的专项训练 说明了是在炒作中国威胁的老一套 想法是很好的 但执行起来就比较困难了 军费预算不足 军舰严重老化 造船军工的衰落 这些都是美国海军需要一一解决的问题 所以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 在面对解放军时 美国人很可能有点窒息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里 欢迎大家关注加评论 下期见